公車上一男一女吵了起來 戴得好好的 干什麼事啊 你有戴好嗎 你有戴好嗎 沒有戴好 有嗎 這樣沒有戴好 原來是為了口罩有沒有戴好 良民乘客 穿槍舍戰 有沒有戴好 去照鏡子 跟你講話 他收下來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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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出一句 其他人似乎看不下去 出聲賀阻 男子旁邊的人也幫忙還家 總之外面就說你口罩就已經戴好 你叫屁啦 你要趕快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換我 稍微上車 我帶得好好的 雙方火氣不見平息 反而越吵越旺 而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這 白髮夫人坐在672號和平高中 往景平捷運站的公車博愛座上 但這回她沒戴口罩 也被同車乘客捕捉下來 直線在確診案例 每天增加在大眾運輸工具上 有沒有戴口罩的議題 似乎又引起關注 自己口罩戴好然後就是超像別的方向吧 通常司機都會比我們更早注意到 所以其實司機都蠻熱心會直接去就是提醒 基本上我好像沒有遇到沒有戴的人 所以好像其實目前好像沒有特別注意過 就我會自己戴好然後 可能會離他遠一點吧 部分民眾坦言遇到沒戴口罩的乘客難免擔心 但另一部分的人則說目前為止沒遇過沒戴口罩的乘客很難體會 但大致上大家都會選擇保護好自己不輕易出言勸阻 而大眾運輸沒有戴口罩可以開罰3千到1萬5千元 疫情看似升溫趨勢 人人遵守規定才是最高原則 TBN 新聞 蔡美訊文新宴 泰伯士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